来了来了 今天那个我刚刚看到很多人来 已经打那个超越妹妹了 对 超越妹妹是8点半来我们直播间 是的 来了吗 来了 哇 好 有请超越妹妹来到我们直播间 来有请 哇 终于进来了 好漂亮 你好你好 走走走 好看 又瘦啊 你们也来一点 哈喽威亚的姐 女人 姐妹 哈喽威亚的女人们你们好 然后第一次来到威亚姐的直播间 嗯 很开心 接下来有一个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游戏 是看嘴型猜词 就是我们来上道具 柠檬金 柠檬金 柠檬 柠檬 寂寞 寂寞惹的祸 抓我耳机 坐窝子 坐光 坐我儿子 觉得他很真实没有偶像包袱 很喜欢他 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吗 我一般一般嘛 以前曾经是 现在会收敛一点 直播间的话会有一些压力 可能你脱口来说的一些话 会让别人会曲解 很意思 直播四年以来 尤其是到现在粉丝量这么大的时候 真的不是说很多东西是你自己 可控制的 很多参加够在被我骂我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要站在角度的角度来想问题 我不可能说 我帮你卖的这个东西 你想推那个我就帮你推那个 就很难平衡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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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侠 感谢 感谢 拜拜 那我们就把这个讲究完 再见 因为镜头里只能看到两个人嘛 然后看到其实直播间里 其实是有很多工作人员 在一起才做这件事情 然后 而且堆了好多0044的好多那种产品啊 然后还有吃的感觉 就是很馋 然后感觉就房子里面好像什么产品都有 然后感觉应该挺快乐的吧 腾讯你看这个眼熟吗 以前有过身边的朋友说想来上班 然后我一定会来觉得很好玩 但待几天会觉得很枯燥 因为你一天两天是这样 你觉得好玩 跟以前不一样 但时间长的时候 让你每天吃那么多东西 那你每天工作强度那么高 那么长时间 就有很多人坚持不了 除非真的你是喜欢这个行业